吊蝦池边一对男女开心的拿起丰收的网带抖抖 没想到这一抖却让网子瞬间爆开 两人愣住对看一眼 因为他们花了两三个小时钓起的虾 一瞬间全部归零 老板目睹这一切过程 原来是因为他们甩网甩的太大力 才会导致网带破裂 那网子掉掉竟然会掉 没有我还没第一次看到 老板有在送他一斤多的虾子 白掉了 我觉得很辛苦 掉那么久了 然后就这样 虾网破掉不太可能 顾客现场钓虾会把战利品拿到店内 代客料理区当场大快朵頤 而这一对钓客上个月18号晚上 掉了一斤多的虾以后 准备拿去给老板料理 拿起网子甩啊甩 似乎是想要瘪掉水分 但下一秒网子破掉 虾全没了 跨了两三个小时 努力钓了一堆虾 没想到网子不给力 让他们钓的虾全都钓光光 好在老板通勤达力 补虾给他们 这才没有败信而归 三日新闻张玉杰 黄安零桃源报导